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完自己离高考还有几天 然后开始像个机器人一样 写成了永远都写不完的习题 背着永远都背不完的课文 而目标就是国内最好的大学 这是许多父母理想的场景 没有假期 没有娱乐 我们的青春就是要好好学习 然后考个重点大学 只有这样 我们的未来才会充满曙光 每个父母对孩子几乎都是如此 而汤姆也是如此 他的女儿很快就要面临毕业会考 只要取得优异的成绩 他就可以出国留学 但是在考试前却遭到了歹毒的侵犯 在反抗的过程中导致右手衰裂 得打石膏 医生检查他体内并没有留下歹毒的液体 这意味着线索并不是很多 因为悄悄女儿被侵犯的地方并没有监控 可这件事还没平息 校场就找到了汤姆 他说女儿不允许参加考试 因为曾经有个孩子 在手臂上的石膏写小抄 这导致按照流程上来说 女儿是不允许考试的 可在班牧的百般请求下 最终校长还是同意的 因为他模仿是一位内科医生 他医术高明 可却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早已不抱希望 他任何手术都不会收客人红包 因为曾经的他 认为社会是美好的 但很快 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人情社会 有钱有权 有人 你就能办好任何事 否则你就啥也不是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种感受 汤姆更是清楚学习的重要性 以至于 这次会考 他非常担心女儿会考杂 为了女儿的未来 他决定启动她的关系网 他先找到一个警长 周明了自己的来意后 警长能理解汤姆对女儿的照顾 所以不仅保证会找到罪犯 还会给他举荐副市长来名 本身就对汤姆有许久的来名 很乐情地招待他 只因为他需要换肝 他告诉汤姆最早事务委员会董事长瑟班 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女儿的事情 毕竟来名曾经帮过瑟班大忙 就说的好听 叫做理事要往来 就这样 汤姆女儿的考试万无一失 即使女儿因为这次强暴事件而无心考好 那瑟班也会在女儿那做好记号的考卷上 给予高分 可是这个行为却找到妻子的反对 他虽然也期待女儿取得好成绩 但感觉如果这么做 以后女儿的生活会变得很有压力 但汤姆却不管不顾 他告诉女儿记号该如何写 他没有说自己做什么 但女儿多少也能猜到 并且汤姆还告诉女儿 人生许多事都是不看过程的 他只要结果 只要女儿达到目标 就可以 其实汤姆不过是想把自己以前放弃的理想 抢压在自己女儿身上罢了 在事考当天 汤姆却遇到了女儿的男友戴明 他向戴明询问一些 关于女儿被侵犯的事情 因为他得知 当时女儿和戴明有过约会 可戴明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清楚那时候 他联系不上自己的爱人 女儿被侵犯的事情 一直困扰着作为父亲的汤姆 他来到现场 不断的调查 不断的寻找线索 可对于女儿如此上心的汤姆 竟然有外遇 他的情妇小雅很漂亮 可随着时间的发展 乔姆对于汤姆 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 还有依赖和眷恋 因为他有了汤姆的孩子 可对于此时 汤姆并不伤心 因为女儿的事情 才是第一位 真的好对乔姆跟汤姆抱怨 可没想到女儿竟然找上乔姆的家 然后冷冰冰的说了一句 奶奶晕倒了 女儿竟然知道自己有外遇 还找上门呢 可来不及想这些的汤姆 赶紧回家 看望自己的妈妈 在处理好自己母亲的事 汤姆也意识到 妻子应该知道自己出轨的事了 不然 妻子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不说 但随着女儿的等门拜访 两夫妻的裂缝终于出现了 他们没有离婚 但也没有住在一起了 可之前已经说到的事情 却出了问题 两位检察官找上了汤姆 汤姆威胁说 要汤姆写一份 副市长莱明的健康证明 不然就要将他和莱明的非法勾当 给曝光 他们曾经的对话 被录音了 而来民营犯罪需要被逮捕 但如果生意不适 在当时是没办法进行拘留 所以警察官才会威胁汤姆 可一边是女儿的未来 一边是自己的未来 汤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儿 其实 就算没有女儿 以她的性格 也不会写出健康证明 当她拒绝后 她就知道自己的未来 需要被戴上冰冷的手铐 可她不后悔 可因为副市长的倒台 董事长瑟班 就告诉汤姆 自己没有找到女儿的试卷 她开始把汤姆当成瘟一一样 赶她离开 很快 警方就抓到了嫌犯 汤姆警求戴明 可以去帮女儿指认 但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汤姆拿出了监控图片 在图片里 戴明竟然就在案发地的附近 但戴明却一直不承认 图片上的就是自己 最终两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在指认的过程 四位犯人站在了女儿的面前 可女儿据说从没有见过他们 这让金长和父亲难以相信 在出了警觉后 父女俩吵了起来 因为汤姆找戴明指认的事情 被女儿知道了 女儿认为父亲怀疑戴明 看到自己被侵犯而选择默示 父亲一直不想女儿过早谈恋爱 但女儿却不想父亲管那么多 大吵完后 汤姆坐在回家的车 却发现一名嫌犯 好像在跟踪自己 可当他下车后不断地寻找 却没有发现 故事到这里 也差不多就快结束了 女儿最终考几分 夫妻仰有没有离婚 第一 都没有给出答案 于是少年就猜想了一下 这部第一 叫毕业会考 谁都会考 女儿都会考 如果他考了好成绩 就意味着他要出国 那线索就特别的多 为了不想出国 女儿到底有没有被侵犯 是一回事 也许这一切 都是他自导自演 为了就是抗议父亲 给自己安排好的未来 而影片开头 少年没有讲到的是 唐姆家被人砸碎了玻璃 有朗龙大的人 认为这是其中一位嫌犯做的 可其实少年却认为 这是情妇孩子的恶作剧 她的车和家 都被石头砸碎了玻璃 在影片最后 请父母拜托探幕 照看一下孩子 可却出现了孩子 在狼人石头的场景 也许这只是小孩子 厌恶自己的妈妈 找到别的男人 才报复 你现在认为父母太苛刻 等你以后 就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 也许他们的做法不对 但几乎可以说 没有一位父母 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断